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指出焦土战 他们现在人数多嘛 他们会用多数暴力 这是可以预期的 那也不晓得说国民党为了备格 怎么会想出这种建造 这个其实在一事规则是没有效的 主席只要宣告条文的内容就可以 绿营拟定120小时决战 党产正义会画下句点吗 同样关乎转型正义 年金改革昨天召开第五次跪异 各团体代表依然炮声隆隆 这就是希望这个制度能够从现代开始改 而不用等到我们老了以后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完全一毛钱都没办法领 年金改革会造成世代阶级的对立吗 蔡总统能在一年内完成吗 全民都等着看 独家分析就在新闻面对面 马上为您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爱宾 好 今天叫自身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也自身媒体人郑培芬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也自身媒体人黄串相 大家好 也自身媒体人钟棉黄 主持人大家好 现成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好 来 国务院局董事长姚立民 大家好 王安 可可 请问一下 这算是小英总统正式拒绝九二公事吗 因为大陆媒体是这样解读的 可是这个事件是因为有问有答 那他自己的答案里面没有讲到九二公事 可是对方是问了 你知道华盛顿邮报一向在中华民国的 政治发展史里面扮演重要角色 那这位访问的人 跟访问的华盛顿邮报 都跟当年蒋经国先生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的时候 说要解研还有蒋家不接班 对 都是同样的类型 可见得蔡英文是选择在他就职两个月之后做这样的一个宣誓 因为本来北京方面中共是说叫他要答案还没有打好 那我觉得他就在补答案 所以他补回答 所以他补回答 他选择华盛顿邮报 他还选择在太平岛的南海仲裁事件之后这样简短的回答 那我认为对于两岸关系有悬念的人 或是对蔡英文执政之下九二共事会不会被逼迫他 让他承认有一些空间或是说灰色地带想法的人 恐怕因为今天这个专访会有一些确定 我倒是今天觉得他这个专访讲得还可以弥补他 这几天他对于司法院院长副院长 对蔡英文执政之下 南海仲裁事件 大家对他的疑虑 值得我们拍手肯定 不过雅老师我们光是看到现在是两岸关系 是不是就在这一次访谈当中也定了调音 我们光是看到陆媒就已经做了这样的解释 他说我们是首次拒绝九二共事啊 其实也不是首次啦 应该非常清楚明白 他从国庆的讲话 从后来多次的发言 应该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不算是一个新的发现 或者一个新的说法都不是 只是他在说明的时候 有两点我觉得蛮值得重视 因为我不晓得是不是华盛顿邮报特别 因为他起头就问习近平 这个其实对于许多国家的访问来讲 这是比较少有的 不理吧 问这个国家的领袖 另外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印象等等 可是他给习近平算是一个还不错的评价 那尤其他肯定他打击贪腐啦等等等等 这方面的问题 那就表示他希望抛一点善意 然后他接下来就呼吁习近平重视台湾的民意 这话的意思他其实等于是讲说你习近平做个决定 你是受到大陆整个的你的体制的影响 你也不能够超出你的体制 那我也不能超出我的体制 他换句话说他把那个我不能接受九二共识的背景 跟理由这大概是第一次讲得这么明白 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政治 台湾的民意我不能够随便哪个人做东西 都不可能忽视 忽视了我的位置就没有了 那就不要谈了 那你看看那个去忽视的人不就下台了吗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就是意思就未来也不可能 未来也不可能 这个话讲得非常那么清楚明白 其实就是希望了最后加了一句 希望再多一点财势 就是再多一点弹性 多一点你再给一点空间 说不定就可谈了 然后你看到最后一段 我觉得蛮有意思能暗示的 跟华盛顿邮报讲的那个话 我们官方民间各个层次 都还有交流的管道 这个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是从就任以后 大概从他的口里讲出来 不应该是虚的 或者是 所以应该确有其事 确有其事 然后呢 大家过去都有两个看法 说呀 这一个冷却不破 大家就冷戴了 证实没什么往来 没勾动 可是我一直都不觉得 这次他从他口里 自己证实了 因为我确定知道 还有某甲某乙的互动 那可是 那我去 那他自己现在嘴巴里讲出来 我不晓得 因为总统可以不讲嘛 他可以现在比较坦白说 他还特别只讲官方跟民间 你要晓得那个官方原来就是民间 就是他自己的 因为他自己原来的互动就是民间 因为那时代马银九时代 他任何互动都叫民间 可他现在做官方 那原来帮他互动的人 不都是官方的人了吗 那官方的人呢 他现在继续做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 我不晓得他把 他曾经纳入的 蓝营的一些人 比如赵春山 又比如说某甲某义 我就不念名字了 那这些人算民间 官方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叫基金会 那个办官方 国安会 所以这一方面我倒觉得 从这次访问以后 应该把两岸现状 做了更具体的阐述 也等于有安民心的作用 我们没有那么惨 没有冷到我们老死不相往来 虽然双方还是不合致 可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现状 要说明清楚 让支持我的民众了解 我想这次这个目的应该达成了 OK 因为当然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候 第一个当然安排专访的一个单位 刚刚特别提到 华盛顿邮报在中华民国政治史上 一直都有非常特殊的一个地位 OK 大家不知道为什么 都很喜欢找华盛顿邮报 然后去讲一些非常重要的事 那在这次除了这个一样 上下第一个 那华盛顿邮报的特别性 第二个 当然这时候也在南海风云轨绝 太平岛这个 当然你说约访这个东西 也不会是昨天讲今天就来 他一定也有一段时间 但不巧又刚好在发生 你说有游染车火烧事件 或什么这些 大家就讲两岸之间怎么办了 袁老师刚刚特别点的意思是说 其实这种时候 有安民性的作用 而且其实你从这边 也可以看得出来 小英中的个性 还有他的用字潜词 你看他就算告诉你说 没有九二公司这回事 我不会去讲九二公司 虽然意思是这样 他用字潜词还蛮委婉的 而且他只会跟你讲说 这个可能性是不大 好不好 就是不大是多少 0.0000 好不好 他大概讲 他的个性就是这个样 但是就是这样 很委婉之中告诉你说 No way 没了 就是这样子 其实华盛顿邮报 当然不会是现在就约 但是选择 第一个要重要的宣誓 选择华盛顿邮报 就是因为他华盛顿邮报 在过去台湾的发展的历史里面 太重要了 当然刚好现在这个局势 代表着是当访的时候 蔡英文当然有做了准备 在这个局势里面 怎么去讲要搭配这个时势 那这个整个访问非常简洁 但是简洁里面看出蔡英文 其实是对大陆来讲 有回马枪和免里针 他其实是射出了三支箭 第一个对方问你说 习近平的时候 他马上告诉我说 我们台湾是民主社会 这个立场就已经定得很清楚了 所以你习近平跟我们台湾的任何交往 民主的要求 台湾的民意 他第一个就把一个盾牌和立场 非常清楚了 第二个是讲一讲讲到中间有一段的时候 其实他有讲了一个 我们没有任何挑衅 所以两岸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 有任何的状况的变化 我们没有任何的挑衅 所以有什么问题 是你大陆的问题 他是透过华盛顿邮报 因为他是一个全世界精英 政治精英在看 尤其是关心亚洲情势的精英 要看的一个报纸 所以他清楚很清楚 那个责任不在台湾 然后后面其实他有警告 其实他是有非常善意 或者是其实也是告诉习近平你的软热 他一开始讲到习近平的时候 称赞他很重要 但是他讲了反腐 现在是习近平非常重要的 这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重要点 所以意思就是你习近平 你内部的反腐问题 你够头大了 你不要去处理太多 然后后面有华盛顿邮报问到了一件事情 说是不是会担心有经济手段的打压 这个九二公司我们不承认是不经济手段 他后面讲了周边的国家也在观察 中国大陆如果要成为一个 在这个区域里面受人尊敬的国家 很多国家也在观察你怎么看 所以其实他已经是把台湾问题 在一个南海化 就是南海的周边国家大家很紧张 所以蔡英文其实你看他这几句话 好像很轻描淡写讲的简洁 可是他都点到了代价是什么 然后谁的责任立场是什么 然后最后讲到一个两岸交流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很清楚的讲说 他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讲说 其实还有一些管道在交流 就是告诉一些人还在妄想 我只要蓝皮 我是蓝骨 我现在变成是绿皮 我就可能会可以捡到海基会董市场 这些人比较乱了这个悬念 他不是跟这些人讲话吧 他不是 他其实告诉说 陈旭跟大陆 但是我都在台湾内部的政治上 其实有解读 就是在台湾内部的人要看得懂 就是其实双方在处理 一些事务性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处理的 比如说这次的火烧车的事件 不需要海鸡海鞋 一定要怎么样出面 其实最后我们的机有机智 人也来了 我们也处理了 其实慢慢的叫做正常化交流 所以其实他告诉你就是说 我不需要在一定在过去的时代 那么以这种白手套 当然蔡英文是告诉大陆 但是我们回到台湾来讲的时候 当蔡英文都告诉大陆说 我不需要白手套的时候 那些想当白手套的人 你自己也要想清楚 你的角色 你的立位 好 所以辉辉姐 我们看到这个蔡总统 这些使出的免礼争出的 现在是等于把球都丢给了对岸 其实我觉得蔡英文的好处就是他讲话很斯文 可是他的那个词句也很漂亮 内涵也不错 那你说他做事有没有破例 那以后再说 可是我觉得他今天除了刚刚讲的之外 他还强调一点 他说我们你们一直说我们是一个政治实体 其实我们是个国家 我觉得那个entity跟一个country我就不一样 我觉得这一点态度是看起来好像很软 可是其实是很强硬 那他讲的就是这官方民间都有交流 其实事实上也是这样 我这边正好有一个2013年的那个 6月9号的报纸 民进党前面有七个卸任的立委 到大陆去交流 被接到在哪里 在钓鱼台宾馆 然后张志军跟他们一起接待 然后还在台上一起唱 你知道秋锤真的很会唱歌 唱什么 你是我的兄弟 对对对 他们真的就唱你是我兄弟 真的吗 对对 然后我们都是一家人 所以那你说那七个 但是兄弟是可以分立门户 对 那你说那七个前任的立委 事实上就是民进党 而且就是也蛮活摇 我觉得那个是很正常 可是我觉得现在当然很多人很 那个基于那个海基会董事长 那个角色就是他刚刚讲的 那个角色其实前面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那海基会董事长 其实每个都很肥 因为台商要透过他们 去跟高层联络 然后他们也安排一些人 到大陸去訪問 比如說像連戰美式帶團去 你看去的時候 都是幾十個企業家 在那邊跟著去 其實對那個海基會董事長 我說那個分量是很重 但是現在如果蔡英文 他直接有官方的跟民間的管道 然後他在立場那麼清楚的話 那當然就不一樣 那華盛頓郵報 我覺得它有一個特殊的含義 就是說在美國 紐約時報是政治人物的聖經 但是華盛頓郵報的影響力 是絕對不輸給紐約時報 但是紐約時報的政治立場 是非常民主黨的 所以他不太可能來訪問台灣 所以華盛頓郵報 扮演那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個傳統的角色 一直維持到今天 可是現在這一次 如果說在媒體的角度 尤其大陸的媒體解讀 那當然就是說 你說我們小英雄總統講完話 當然要看各方的一些反應 如果大陸開始媒體的解讀 就是說好 正是 他們認為是首次拒絕 或什麼什麼 在未來 大家還記得那時候 在選戰以前 不就是中共的層級越拉越高 拉到最後連習大大都說過話 就如果不是九二共識 第一個是什麼路客 地動山搖 然後地動山搖 然後第一個就是路客 接下來就是包括什麼 斷交的一些外交手段 再來還有什麼就不知道 包括經濟制裁 很多這一類的 那剛好又碰到最近 很多的一些事 我不曉得 你看會不會接下來 就是真的就好 趁這個機會就好 沒關係 那既然這樣 你拒絕 那路客就全部都不來算了 其實這個專訪應該原本是規劃 就是差不多就職滿兩個月的時候 進行 所以你看時間上其實差不多 大概就是720左右 那我剛剛特別問了一下 就是我 因為我很關切一個問題 就是總統在受訪的時候 講英文還是講中文 那他們跟我講說 主要是講中文 但是部分關鍵是 他會特別用英文再說一遍 他怕那個傳譯有時候 可能不是那麼的精準 所以我們看到總統府發信用稿 其實有一部分他有加註英文 那個就是他們認為是 盡量不要引起誤會的部分 特別在講到這個 兩岸溝通的窗口的時候 其實他後面補充了一句說 我不能在這個階段 進入太多細節 就就如同姚老師剛剛講的 告訴所有的國民說 你們放心 我們跟中國之間 的確還有溝通的窗口 但是你們不要問太多 因為這時候 我不能跟你講細節 誰誰去溝通 這個部分我不能講 所以我覺得 在這篇訪問出來以後 然後習大大就回頭問 請問一下 我們到底兩邊溝通的管道 在哪裡啊 可不可以讓我也知道一下 他不可能不知道 我覺得其實你說 這是少數中國的媒體 對於台灣的政治人物 說話解讀是正確的 就是說拒絕 沒有錯 這其實也沒什麼好解讀 因為其實很清楚 只是說這一次講的 更明確一點 蔡英文講話的特色就是 他拒絕你的時候 你都很難對他發飆 因為他不會 他會用很婉轉 但是很堅定的拒絕你 你就很難抓到他的語病 然後對他有一些比較情緒性的 攻擊性的字眼 其實他這裡面有提到這個 這個華油記者也有問到說 邦交國的問題啦 經濟的問題啦 其實我覺得蔡英文回答的 不卑不亢很技巧 尤其他這句話 我覺得我印象蠻深刻 因為就是談到這個 對台灣施加很多 外交或經濟上的壓力的時候 蔡英文是這樣回答 他說中國大陸如果要成為一個 在這個區域裡受尊敬的國家 我相信他們會小心地考慮這件事 這句話其實你 我並沒有對你示弱 但是我是在提醒你 如果 其實我覺得他的這個隱藏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不想再像南海仲裁這樣 再吃一劑悶棍的話 你最好要小心一點 因為整個南海仲裁 大家很清楚嘛 就是因為中國過去幾年的表現 太過於強勢威脅到周邊國家 所以才會造成 幾乎美國跟南海其他周邊國家 大家聯手維歐中國嘛 整個南海仲裁 就是告訴我們這個結果嘛 所以我覺得 其實整個表現的不卑不亢的態度 某種程度上 中國我一定不滿意 因為你不接受九州公司 我一定不滿意 但是你說他要找 在這篇專訪裡面 找到什麼去攻擊蔡英文的點 恐怕他也不太容易找得到 會不會前面所恐嚇的 那個地洞山搖 你覺得不會有什麼地洞山搖 因為人有時候是這樣 大家都模糊的時候 某種程度可以各自解讀一點 OK 我可以說他還在 他其實是想 但是他只是還在猶豫該怎麼表達 但當大家把話 自己騙自己 對 有時候人就是這個樣子 就各給台階下 我自己找台階 當大家把話全部都貪明了講的時候 那就沒有什麼模糊空間了 大家就勢必要去面對這件事情 可是我還有跟你看 因為你要看中國現在面臨的幾個大問題 台灣問題是不是在他最優先的順序裡面 他馬上這個月底下個月就要開北戴河會議 那習近平現在整個內部的控制 其實是出了一些狀況 所以他北戴河會議裡面 他要先把國內的政局先穩下來 接下來他才要面對的是南海仲裁的問題 所以台灣的問題目前對習近平來講 應該是擺在不是在前面大概五六個順位裡面的 所以你說好 他要讓台灣地動山搖 那他當然也要有一連串的事情動作去做 那現在他會不會花這麼多的時間 這麼多的精力來讓台灣地動山搖 我覺得這個是恐怕 蔡英文的資訊一定比我們多 因為他有來自於國安團隊的相關的 對岸那邊的資訊 那又有溝通的管道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會講的這麼明確 基本上我覺得是從他的資訊研判 他覺得中國應該短期內 不會讓台灣地動山搖 不會對台灣有太過於惡意的行動 所以東豪哥現在大家最關心 接下來兩岸關係要怎麼走下去 我講一個例子 不講人民 在過去這段時間 從就職前到就職後 蔡英文總統有沒有 非正式的私人代表 到中國大陸 某一個角度來講 某一個層級以下的人 是到目前為止還可以進去上海的 大概層級到哪裡 就是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任 正式的官方身份 但是有一個人呢 卻是進去的時候就很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人算是他在選舉中的核心幕僚 想要進上海 在海關的時候大概就被攔下來了 然後經過一段戳傷之後 這個人是有進到上海 進到上海之後 想要見的人沒有見到 好 我就想講到兩個人 一個是不具有官方身份 屬於顧問性質的 沒有官職 那這個人長期以來是可以進出中國大陸的 那北京也很清楚這個人的身份 那某一個程度的對話 聊天的管道是維持的 但是也僅止於聊聊天 粗淺的交換一下意見 當這個層級想要再往上拉一點的時候呢 就遇到障礙了 大概這就是 蔡英文在跟對岸 在做一些溝通的時候 或者做一些接觸的時候 所面臨到實際的障礙 這算不算所謂的 我們以前都依賴所謂兩岸密室 在以前最早 李登輝以前這種事 大家都會靠兩岸密室 這算不算 你要說是密室 當然算密室嘛 因為這兩個人都不具有官方身份 這兩個都是民間身份 只是有一個是 在選舉的時候算核心目瞭 有一個算是顧問性質 那顧問跟核心目瞭就有層次上不同 那蔡英文聲明這些人 北京會不知道嗎 都知道 那有一些人 長期以來就是可以通行 有一些人 你這時候要進來 北京就要考慮 OK 那這也就是現階段兩岸的處境 就是說 有沒有維持一些溝通 有 可是當你希望把層級往上拉的時候呢 北京不同意 雙方都是軟中待硬 我們那麼講說軟中待硬 如果要讓 如果習近平要讓蔡英文難看 最好的時機當然是巴拉馬 巴拉馬國安團隊的時候 研判過一個狀況 就是甘比亞模式 先斷交不建交 跟台灣斷交 可是不跟中共建交 那你不能把帳算在我頭上 等到甘比亞斷交兩年之後 中共才同意跟他建交 這個帳你很難直接算上中共的頭上 你自己的邦交過你守不住 隔了兩年以後他來找我 我這時候才勉強接受 這個在很多事情上 你會變得很難講 但是甘比亞模式 並沒有在巴拉馬之行看到 也就是說 中共後面有沒有釋出一個善意 有他沒有在那個時候 在蔡英文剛上任的時候 給你添亂指 到這段時間以來 中共所有的走向裡面 其實都是用軟實力的方式 但是問題是說 下個階段要怎麼走呢 事實上他要等到明年秋天十九大之後 才有可能看清楚 十九大之後的中共對台灣的策略 也有可能變得更鷹派 也有可能變得更彈性 但是十九大之後 我們必須要從中共的這些常委的結構 再重訊去看 因為我們一直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說習近平希望對 他的政治局的常委做一些改變 對中共的體制希望做一些改變 那這些變化影響深遠 那對我們來講 你如果不能清楚的掌握住 中共內部的變化 事實上會影響我們內部的對應 這個不管是國民黨或民黨執政都一樣 只是說國民黨因為很簡單 他一些時候有九個共識 在那個基礎上會談得更好 可是你回過來看九個共識這些事情 就是說民意如流水 在八年多以前 基本上台灣是一般老百姓接受九個共識 就是說那時候馬英九是這樣當選的 那那個時候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呢 因為多重因素 相對阿扁的問題 相對於那時候民進黨執政的狀況 你大概別無選擇 所以整個九個共識當然就被包裹在一起 就過了 但是沒有一個政策可以走一輩子 你覺得馬英九也好 到今天國民黨也好 你的九個共識走到今天的時候 已經出現副作用 副作用 那這個副作用在這場選舉裡面 老百姓多數投了反對票 就很清楚告訴你 九個共識這件事情 這個內涵 對台灣的民眾來講 我要做再修正 哪怕八年前我投了馬英九一票 可是八年後我就是要修正它 你光講四年 因為2012那一帳 大家還記得是到最後那一小段時間 很多企業家也跳出來 都說 我停九二共識 就不能直接跟你講 我停什麼什麼 他只能說我停九二共識 所以才四年的 不用八年 才四年突然之間到現在 夠好 而且這件事情我們剛剛就講 你看這就是九二共識 民意流水 但是這件事情 到後來剛剛講說兩岸之間 因為華郵的問題是說 他的問法是用到說 520以後兩岸之間已經 陸方已經斷絕了所有的官方管道 但是小英總統就告訴你說 有啊 我們有很多層次那些 所以剛才會講說 其實我們之間還有很多金牌特使 然後你不知道魂是誰 我政府各層級都有跟中國大陸 對口機構聯繫的管道 其他的很寬嘛 上海台辦跟台北市政府 還是有相當程度的聯繫 這次台旅會跟海旅會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蔡英文的這個 訪問她有一些 後續值得觀察的地方 是因為 訪問她的人 是一個非常層級高的人 她是現任的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的媽媽 然後今年73歲 然後是以前訪問過蔣經國的格蘭姆夫人的長女 我認為華盛頓郵報 故意的 是想在兩岸的新聞裡面 扮演歷史性的角色 她曾經在蔣經國任內 因為格蘭姆夫人親自來到台灣 然後兩度 第一度就是講到了那個 蔣家不接班 我記得 第二次那個格蘭姆夫人是逼迫蔣經國 當然這也是安排的 說出我們要解言 那華盛頓郵報 它是一個非常自由的 一份美國的大報 因為現在紐約時報 她已經因為賣給那個 Ebay的這個負責人了好像 所以她基本上來講 華盛頓郵報代表的某種 輿論上的那種推進的能力 是很強的 她派出了這麼資深 而且地位這麼重要的人 她長得跟她媽真的很像 在座影片你們看過她嗎 沒有看過她媽媽 沒有看過她媽媽照片 那個時候我們那個新聞多大呀 你看華盛頓郵報 今天的這個網路上的標題 她當然她因為對他們來講 九二共識沒那麼重要 可是她這個標題更好 她說台灣的總統蔡英文 然後點點 北京必須尊重我們的民主意志 那她這個也沒有侵犯到這個 北京 習近平等等 那她的內容登得 跟我們現在的總統府 所公佈的是一樣的 那這位這個 因為她的先生叫做Wimoth Wimoth好像是一個 英國的一個地點的 這個姓氏 所以她不是用葛蘭姆 因為她的這個 媽媽是姓葛蘭姆 她的爸爸 那她的這個角色特別重要 所以她還提到女性 那我相信 因為蔡英文是一位女性 像她這麼優秀的 這位訪問的 這個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的媽媽 你知道她的職位在華盛頓郵報 叫做資深副主編 我是很羨慕 美國可以讓73歲的人 還做資深副主編 然後還可以出去採訪新聞 那這就是不一樣的一個國家 那她這麼重要的一個人 來訪問蔡英文 對蔡英文來講是非常 某種程度上是 女性政治人物上的一種尊重 她自己是這個哈佛大學的這個 Red Clay畢業的 是那個女校畢業的 而且自己還做過記者 做過很多的這個有名的 這個美國的參議員的助理 所以我猜啦 那這個非常中規中矩 但是又有很多的小門的 開了很多的小門 有很多小曙光兩岸之間的 蔡英文的這個訪問 早晚有一天恐怕會來自 北京的一個訪問吧 以華盛頓郵報 她們的這個地位 跟她在兩岸之間 或說在國際上的一種角色 我覺得是滿有意思 而且蔡英文評論了習近平 可是她問她說 那你對川普跟希拉蕊有什麼看法 她不評論 我不方便評論 她是聰明的 對 很有趣 所以她故意評論了習近平 她也可以說 我不方便評論別的這個國家 或說別的這個地區上面的元首 但是她還是講了這個習近平 所以今天她對九二共識 她做了一個柔性的鐵板 可是她又對其他部分 這個有一些小門大門的敞開物 覺得基本上顯然她對兩岸關係 是有信心的 OK 而且剛才這個我覺得創下講的最好的是 這個因為發生了這個火燒車事件之後 我們發現兩岸之間人民之間的認證 人民之間的很多 你知道以前我們發生很多事情的時候 是因為兩岸之間的這個認證 什麼這個很辛苦最辛苦的就是 有人就是家屬在大陸去世 或是大陸的這個人民來台灣發生什麼樣的災難的時候 那要身份證明 要這個運回去啊等等 那個好痛苦喔 因為沒有機構 是因為這樣子才有海鞋 海基的認證的這樣的一個管道 那現在看起來一切都是通達 那高層就是政治啊 郭曉時空是看到這蔡總統的訪問內容 國民黨他們也發出他們的這個想法 他們就說這蔡英文應該要正視兩岸問題 你看到國民黨文春海主她直接就說 她說蔡總統到現在都沒有明確的 針對九二共生的表達具體想法 她說兩岸關係呢是國家政務重要的一環 從沖之鳥了到南海爭議 民進黨政府應該在捍衛台灣權益的前提下 重新檢討對這些事情的基本政治邏輯 這樣聽起來他們認為是民進黨政府 都沒有在捍衛台灣權益嗎 這是自己騙自己 我剛特別提到了我沒有提國民黨 蔡英文回答那個民意做基礎 其實有一部分就是告訴國民黨 你如果回不到這個主流共識上 你永遠就不會再有機會被人家問到這個問題了 蔡英文還講到國家跟政治實體的差別 他很明白地跟美國說我們自己認為是一個國家 這一個論述啊 其實把九二共識的內容也基本上做了一個輪過性的闡述 也就是國民黨所謂的九二共識 國民黨還希望 去蔡英文來回應國民黨過去八年所講的九二共識 其實是自欺欺人的 因為那個九二共識的一中個表是根本不存在的 沒有發生過 現在的九二共識大概從這邊訪問已經很清楚了 其實中國最近的幾次講話也非常清楚了 它的內涵就是兩岸同屬一中 接受一個中國原則 這已經完全沒有討論空間了 九二共識現在這四個字的內涵如果變成同屬一中 以及只有一個中國原則 那台灣我認為應該是 因為我記得 腦海裡記得 在過去這一年 選前到選後的半年 選前半年 所有所謂 只要問到兩岸同屬一中的民調 大概反對的人 大概都要七八成以上 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 也就是現在還在講 兩岸同屬一中的 這一個或者有這樣子的模糊的 就對這樣子的論述還要模糊以對 像國民黨今天所說的 那就是真的自己把自己掃進民意的 這一個這個邊緣裡面去 所以這個是其實很可很可憐的 其實國民黨現在的問題正如他今天 對蔡英文的訪問稿的回應完全一樣 他完全不知今夕何夕或他處在什麼狀態 黨產的問題現在立法院馬上要過了 兩岸仍然繼續青州 已渡萬重山的感覺 就是癲癲勃勃的也慢慢要過去了 也就是他們所宣稱的 沒有九二共識啥事不能正辦 那個概念已經是確定被正式打臉的 你知道現在網路最多 深藍喜歡PO的文章都是什麼 是什麼 中國發脾氣咯 小心中國要來打仗了 中國有個很棒的武器 總而言之 深藍裡面最喜歡就是 只要中國講什麼重話 他們趕快就證明他們是對的 這不是很悲哀嗎 就是拿台灣被欺負當作他們政權 可以被將來重新獲得支持的一個論述基礎 再不回到現實 國民黨真的要泡沫化了 因為時間很快的 楊老師可是今天這個禮拜過完以後 國民黨會不會真的就泡沫化了 因為所有解說一無所有 因為港產算一算還付 然後如果再把以前的再追回來 都已經付成那個樣子的話 國民黨什麼錢都沒了 現在你不要把國民黨當作 紅袖柱代表那個黨中央 不是嗎 黨產通過以後我告訴你 是國民黨許多黨員 他們根本不可能自外 於原來這個黨產的這個弊案之外 什麼叫黨產弊案呢 我隨便講一個中廣吧 他是不是現在還是廣義國民黨的 支持者吧 應該這樣講 廣義國民黨的支持 國民黨還有派人在中廣董事會 所以我那意思是廣義的 都算廣義了 那我請問你 那黨產條例通過以後 請問這一部分是不是會被處理呢 按條文看 我看 當然要處理 我按條文看 我不知道 那我按條文看 他一定會被處理 那我要處理 那他這一塊就不是 我剛剛講的 狹義的 洪秀柱的黨中央了嘛 那就不是說 什麼黨的退休金的問題 那換句話說 他周邊所有的 那譬如說 互聯會 會不會被處理啊 富水組織也會 也會嘛 救國團 這些不就是 國民黨現在的基礎 不就這些嘛 所以你說 他要一路被處理 他整個的房子 這裡被敲掉 那裡被敲掉 這裡被 他就要心裡有數 那房子又塌了 那這本來就不該他的嘛 這不該有的 這不該有的 所以他自己要趕快 給邊上 不管毛草房 鐵皮屋 你趕快帳篷搭好 這個你要去住進去 然後跟他講 我怎麼樣在經營這件事嘛 所以他都不去想 他就坐在家裡 好像這些 從應該從五年前 應該就是上一次選舉 就是滿久剛當選 滿久又再一次提黨產的時候 我就在這裡提 我如果沒記錯 我就在這裡提的 趕快處理 不要蒙瀉 你看不見 以為可以 擺飾不會變 我要從歷史的眼光來看 五年 我們如果每天待在這裡 好久好久好久啊 2012到現在 好久好久啊 可是你看 說到就到了 這五年時間 多好處理啊 執政的 他自己的 現在說 我捐了 我捐了 不要惹我 怎麼可能 來得及 怎麼可能取信於人 好 楊老師剛剛講說 似乎已經 國民黨的黨產這部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今天 今天開始 那下禮拜是整個 一到五 就民進黨已經 擺明了 準備120小時 你算一算 就剛好20小時 大家不睡覺 今天 今天如果妥協方案沒有一個簽字 所謂妥協就是說 國民黨求饒的東西 被民進黨接受的東西牽出來 今天沒有 禮拜一就結束了 就一路表決下去 OK 你看我們 光講這個我還講 我那個時候再兩次的節目中我講 國民黨你還剩一個禮拜 你趕快在家裡 我都可以幫他想 有幾個條文可以改 他都想不到 我都不懂這些人每天在讀書 還在幹嘛 你要跟他講 我不要跟他講 我為什麼要跟他講 那以後他們會忽然發覺到 哇這個的確比較好一點 會今天 他們自己又不認真去看法案 思考問題 不打你的考卷 找人去商量 政治不是喊的 對 所以他們在最後關頭 今天提了十二條 總算提了十二條 因為其中是三十四條 對不對 這個本條文是三十四條 所以早上他們提了十二條 那現在的這個大家共識 就另外二十二條 沒有意義 那就這十二條 雙方協商 那協商呢 就也有拖時間的味道 對啊 所以民黨就說 可是只有今天 他再拖也是拖不了今天 那他如果是有不同的意見 就表決 對 所以在最後關頭 要看國民黨的姿態優不優雅 那據說今天他提的這個修正案 還是很融場 然後還在拖時間 那感覺上好像在做最後的掙扎 可是就 我覺得現在這種有點倒數計時的 莫名的興奮跟這個緊張感 你不知道嗎 我今天早上打了好多這種電話 我要了解這個投影 我覺得這是歷史性的一刻耶 這歷史性的一刻 看國民黨能不能夠 翻然悔悟嗎 在某一個重要的關頭 你不能講話反反覆覆 今天林德福跟王精明又都說 王精明說黨產歸零 原則不變 那什麼意思了 林德福說全部都捐贈 那到了最後關頭 由於柱柱姐這個黨主席自己說話反覆 沒有一個理念性的核心的這個 面對問題的一個說服力跟看法 才讓這個最後的黨產條例 他還不能夠優雅的跟社會對話 其實他任何時候都可以跟社會優雅對話 結果他選擇了另外一條最痛苦 而且是最難堪的路 OK 那在今天的時候 當然你今天也注意到 不讓黨產處理條例 今天在立法院 一早民進黨的委員 大概全部都已經就位 而且在主席台那邊全部就位 就是怕國民黨萬一有什麼逆襲 那這整個今天進入這樣協商 下禮拜真的會進入冗長的 所謂的表決大家 因為國民黨唯一的 如果到下禮拜 唯一的方式就提修正案 就用修正案 然後修正案開始 大家不斷的用這樣一些方式 可是民黨已經擺明了 傳120小時那樣蛋好不好 那看大家誰能夠撐得久 誰不吃不喝不睡 能夠一路過得了 那今天出來的很多一些資訊 包括其實各政黨之間 在內政部申報的黨產 也都已經出來了 這個是在104年度 你如果這樣算一算 國民黨在喊窮其實是有點道理 因為如果再這樣往下走 他們的錢真的會越來越少 我以他報的資料為準 在104年 國民黨總收入是18.9億 支出要31億多 每一年就多支出12億 民進黨總收入6.09億 總支出5.9億 每年還可以倒賺1500 還有一點 加 持加就是這樣好不好 存錢慢慢累加財 這樣又不是個辦法 不要等人家查黨產 這樣就沒了 如果這樣算下去 好 那國民黨自己報決算的 是報到內政部 大概還有189億左右 可是柱姐姐講了 你要不要把眼睛閉下來 想一下有個畫面 一個百年老店 然後家裡的掌櫃 到最後拿了一個包袱 牽著家裡大大小小的 回頭看了一眼這個房子 就當了吧 因為要不來的話 也沒辦法過活了 現在感覺上就會變掉 因為如果不當產產產產品 那還有很多 剛剛前面講 要追這個追那個 很多的這一類 那柱姐最近又提了 國父的革命精神 我想柱姐是不是在暗示 各位你不要忘記了 當辛亥革命槍響的時候 國父不在那個現場 國父在海外募款 所以柱姐是告訴國民黨人 我們也可以跟民黨一樣募款 我先提醒他一句 如果我沒搞錯的話 我的長輩告訴我是這樣子的故事 孫中山第一筆款子 比較大筆的是他的一個表哥 還是唐哥在唐香山給他的 那個人至今屍骨無存 他如果講孫中山精神 請他思考這段背景 也就是那一個家族 本來是個有錢的家族 那個家族是個非常有錢的家族 就是會捐合權嗎 一直捐 一直捐 人家也要 他大哥 孫梅 他大哥 孫梅 他的哥哥 總而言之 到現在連人在哪裡 葬在哪裡都不知道 所以什麼叫做革命精神 就是拋頭顱撒 這不是六個字 這不是六個字 十月圍城的那種 你先不要告訴我 國民黨現在還有沒有這樣子的人 我講個不客氣話了 我如果沒記錯 有一年他們選輸了做的廣場 我們都做過廣場的人 他們做了廣場 那個時候就應該展現一點 稍微的魄力吧 要耐得住嘛 光看那個你就知道 所以要聽著電視在哪裡 聽著電視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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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怎麼面對 不要講孫中山好不好 對啊 連社會運動 連社會運動都沒幹過 我跟你講下禮拜我就 我們下禮拜考驗一次 下禮拜一百二十小時 一百二十小時對不對 這個不像革命十年嘛 對不對 一百二十小時我看你人撐過了就 嗯 加油啊 不要回家 不要 一百二十小時 對啊 一百二十小時怎麼撐啊 就只有三十幾個人 沒有啊 就衝出去 不管上洗手間 衝回來 衝出去衝回來 民進黨可以分兩班 那這兩回已經夠了 革命就是這樣子的嘛 頂住啊 OK 好 可是這個就跟剛剛講 那你也看十月圍城那部電影 就是這樣嘛 家大業大的捐錢 年輕人就捐命了嘛 到最後就是這樣 OK 那時候是這樣 那現在呢 當然你說就算民主社會 那這個黨產會不會 對大家進途來講 會變成一個不公平 那朱... 不是 佩仁姐 你是這裡面算唯一國民黨 有用過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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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鵬姐 這整個宅宅就要垮了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 應該說淪落到今天 其來有志 就像我一直說的 剛剛主持人講說 你看他收入那麼多 然後支出那麼多 那遲早有一天會敗光 你知道像那種收入跟支出 對不起 芬姐 但是我必須講 光這個收入18.9億 你看黨產信託 就佔了14.5億 那因為信託他有支席 應該這樣算 他還是有支席 我最喜歡那個 曾經周刊那位負責人 他是黨產的專家 之一 他這個良心 他曾經算 他每次都算 因為我不太懂這些股票 你說他信託的都是股票收入 對 如果股力可以分14億多15億 股本 那不得了 你要算股本吧 他是用這種推的 沒錯 他不是按照你這種加法算 沒有沒有 因為你光以他的收入 以他現在18.9億 光黨產信託有14.5億 我剛剛講 因為他有支席 所有的支席 就你剛剛講的股力什麼的 對 像我們對股票比較 大概算同一點 那個股力股息這樣算起來 是不得了的 你如果配股配席 一年要配到14億 因為今天算出來 過去十年平均一年16億 對 所以十年他們大概 160億左右 你如果一年要配到16億的 根本要多少 我記得金周刊算過 大概要將近快1千億 才配得到16億 那你說為什麼 重複自算幾乎 因為這個算法是 你如果看一般來講的話 他跟你講說 你如果支席一般的比例的話 好一點的股票 告訴你說配息或什麼的話 5% 4% 已經算很好了 算很好的 那你這樣往回推回去 那是不得了這個資質 那就要乘上20嘛 對啊 你100億好一點的 大概就是5億 對 他最起碼你要這樣算 所以佩芬姐 很感嘆對不對 其實我想那個 國民黨早期有這些東西 我覺得不是新聞 你現在去看大部分 他所有的 剛剛大家講到什麼 賦聯會救國團 那個根本不是那一回事 其實國民黨有很多機構 他的股票 就是說早年 比如說他資助一些人 或者紓困一些人 然後換來就是股票 所以早年那個股票是 基本上價格是很低 可是今天是很值錢 所以他們有一些單位 就是說如果錢用得差不多了 就會賣一些股票 然後那個收入就來了 OK 所以有很多很多這樣的機構 但是絕對不是大家現在 談的那兩個付水組織 我那天還特別去問了 複聯會 付水組織 那他們有講那些錢怎麼來的 反正今天不是談那個 所以我們今天不講那個 那事實上國民黨這些錢 你說花到哪裡去 其實坦白講 今天在立法院的那些 不分區也好 或者那樣 並沒有真的沾到很多 所以你說你叫他去戶黨產 他最多就是按程序去弄 所以那個遲早會過 但是過了以後會怎麼樣 那才是真正的 複聯姐可不可以問一下 大家都說 我問一下 你跟複聯會聯絡 他們現在有做撤退打算嗎 他們的地方一塊計劃地 他們也會被撤銷掉 他們有做這種的 還是說準備 就完卡 就敵死完卡 就是手拉手 今天拆大土 明天拆政府 老大都不可能 我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那天看了一個資料 就是說像他們早年蓋那個什麼 眷村 你們像富年一村二村 他早年就是因為是那個 進出口貿易 所以他有中貿外貿新村 那樣子 那古老的時候 所以換句話說 我有特別問 你們有 那個錢大部分就是那樣 那你說愛國獎捐也好 電影捐 那個沒有在裡面 好 但是真正到時候 怎麼查 因為我 因為這個到最後要去看 那個什麼委員會 然後再去看他 第二點我一定要問佩芬 因為這個機會也不多 每個禮拜五才破 對 下禮拜五通過一份 你有沒有準備要去做 那個吹哨子的人 其實聞不到我 那真的輪不到我 可是你有系統就夠了 你問我 因為你知道的是我們這裡面最多 你只要指點明金 某價某飲某餅 可是我 那獎金還不少 我記得我在那個 很多節目上都有提過 就是你們現在追的那個方向是不對的 是包括上次就可口有講 就是說 像今天林德福終於醒過來 如果真的要追的話 什麼台積電 那它哪一段行 台積電的股票 台積電 因為剛年 這些都要 都要 你說包括當年台塑都一樣 就是說基本上 那就說清楚 那個時候為什麼這樣做 然後你這個還是有解決方案 中華民國就只要大同資好賺錢 怎麼會沒有國民黨的分 所以你說 我第一次有講過 有數字就有方案 不是 就是說當年它那個中央投資股票 我現在公司 它有一堆大咖 它是那個管理委員會 那些大咖都是企業家 而且分量滿大的企業家 所以那些人 再加上就是說 大家講到什麼 劉維琪 劉大輩 當年有介入的 還有劉泰英時候的周康梅 幫他管的 那些人其實都知道很多 而且真的是 你知道那個薪水之高 真的是 大家到今天聽了還會眼紅 就一筆一筆 可是他現在還在 他現在擔任了國營史業的負責人 你如果今天 講前面後面的留言 他現在國營 今天政府讓他留在那個位置上 你來協助 你不會就是以前 中央投資公司的負責 你來協助幫忙 吹一堂戰 你覺得會嗎 如果你不協助 就表示 這個很簡單嘛 你對一個法案通過了 你必須要 你有責任要協助 你知道我覺得 基本上我為什麼特別點到劉維琪 他是個學者 他做過中山大學校長 你從中山大學校長 又回來做中央投資 就很奇怪 懂我意思 就是說一個學者 去做到那樣子 當時是劉太英的關係 對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真的介入蠻深的 不是 可是大家都在講說 這個禮拜一定會過 但國民黨今天有一個態度 就已經擺明了 剛剛講說 如果真的查的話沒關係 因為其實很多的投資 國民黨那時候 包括台積電 什麼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好 可是國民黨今天 可我剛剛講提12條修正案 對 怪怪論定 12條修正案 有65萬字 這個修正案 光說明 說明沒有用 對… 這個叫做就是 說明做得很長 他據說有一條說明 就153頁 對 因為到時候修正案 起案就開始要說明 所以各位你想想看 到時候國民黨修正案 有一條就這樣 然後我就直接 說明 一二三四五 念半天 就是… 就是… 慢慢的念 我先跟你報告一件事 歷史上應該最久的有一個人 從頭到尾演講了24個小時 多一點 對… 那個查黨的嘛 他… 24小時我告訴你 如果國民黨要學 我一點都不反對 就第一天24小時耗掉 所以說他們可以把聖經啊 憲法啊 對… 你有本事你就從《创世紀》 念到歧史 我一點意見都沒有 可是我提醒兩點 第一 只要中斷停下來 就沒有你的份了 發言就中斷了 譬如說不能上廁所 24小時不准出去 不能喝水 不能喝水 就不能走出去 不能吃東西 總而言之就一直講一代 你只要一中斷就對不起了 那中華民國有這樣子的人 可以連續講24小時的人 那也是… 那也是… 那也是人中龍鳳 我一定很欣賞 沒有… 沒有… 他們現在要有革命精神啊 對… 要施施動性 12條修正案啊 對… 然後每個輪一個 但anyway 這個我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會不會要用這樣的 所謂的議事的方式 拖不知道 因為這可能要這點才知道 但是你是主導表決的 這個工坊裡面 區域立委敢不敢上去嘛 OK 這又是另外一個 那你不分區域 只有幾個人可以上去嗎 你數一數就知道 因為明顯 有幾個人可以上 像徐玉仁啊這些 這些啊 柯智恩這些 你還有形象 徐玉仁將來還想再選連任 因為年輕 陳怡明也想選連任 真正只有兩人可以動了 這王玉銘加黃昭順 黃昭順據說被那個 柯露姐已經警告了 你再不好好互黨產 也要把你處理一下 你一看他那個名單 徐正衛要選花蓮縣長 他可以嗎 所以他真的很好笑 只有兩個 在我的觀察 哪兩個 你再看只有兩個人 我帶過立法院 我們跟國民黨這樣保護 只有兩個人 一個在台中 一個在新北 新店 台中有一個嘛 你也小了 這兩個人 不要老師 不要老師講人家 人家也是很勾引 不要是勾引 不要是勾引 不要講他壞人 我說只有兩個人能站 你看我講他正面 只有兩個人 這兩個人王金平 只要講話就聽了 所以 所以 你知道姚教授 是從保調老將就開始 還在哈馬少廣場做過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對這種事情 我們 你把名單開了 誰能這樣子打 誰能站誰不能站 誰能夠衝上去 拼了命 你眼睛一栽就衝 這個是可以很明白的 一二三四五 這個沒有什麼好吹牛的嘛 不要 你講新店那個也沒辦法 沒有 新店那個他至少 他也沒有 他也是無人的 他不是舞的 他應該也還合理 他爸爸比較好 所以這樣 這個看起來的話 從不管說 我們剛才講的財產 或更好 因為現在已經是瀕臨城下 我們黨事實上來講的話 你這樣黨意義 說實話意義不大 但是看起來 還是有這些動作 其實如果今天 我是換一個角度去講 如果今天能夠說 從下禮拜一開始 對 國民黨真的拖過了120小時 或是拖了 真的玩得下去 OK 或者是拖了60小時 坦白講 國民黨就撿到了 而民進黨 這樣一個優勢 你如果被人家贏到了 拖過去120小時 那你民進黨都難看 因為其實今天 一個狀況是這樣子 我今天早上出門前 是在看那個 國家利益頻道 希特勒的最後一個月 突然感覺很像 最後一個月 這邊朱可夫 兩百萬大軍 這邊艾森豪 兩百萬大軍 都圍到了柏林 所以這時候速速前 就要像希特勒一樣 你最後還是要有一個 強烈的說 柏林還在我們手上 我們一定要奮死抵抗 其實他兩邊的將軍 一邊已經開始跟 艾森豪在那邊聯繫了 一邊已經跟朱可夫聯繫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人戰才能和 所以到了4月30號 朗保希特勒自殺之後 他們在那個過程中 讓艾森豪受到一些損失 讓朱可夫受到極大的損失 所以那兩個將軍 都受到禮遇 所以今天是一個 絕對不會贏的戰爭 可是他下面的這些人 就要去想 他自己 能夠在這個過程中 得到一些什麼 如果國民黨的立委 完全還是像大家一樣的潰敗 那他完蛋了 但是如果今天上去打 那也不是國民黨風格 也打不贏 但是如果真的給台灣社會看到說 還可以這樣子玩 你真的那個65萬字 你可以這樣子玩 我跟你講台灣的社會 有時候會看的是說 至少這個黨還有戰役 所以他們在操兵 所以在演練 所以我說其實今天 你看國民黨是第一場戰役必輸 可是我能夠拿到什麼 然後我就是又想到一句話 以前是第一個人跟我講說 三國演義最核心的意義 叫做能笑到最後才笑得最好 那個人就是王金平 跟我在喝酒的時候講的 所以看到今天這個 中間就有人可以出來 可以折衷 可以協調 可以做一些處理 所以國民黨呢 我剛剛講的 李忠仁雖然是最後的總統 可是有很多人很有力氣 所以湯恆伯 你不要去保衛長江了 你來往東南走 胡宗蘭你往西北走 李忠仁在那邊 他講了四十保衛長江 四十保衛南京 最後垮掉是李忠仁嘛 所以其實國民黨現在的局勢 就是江崩了 而江崩的時候呢 那些將軍在等啊 狼狽趕快自殺吧 所以現在胡宗蘇就撐在那邊 這國民黨下面的人 他們不見得是要投靠綠營 而是說你只有人戰 你就表現了一些戰力 所以未來的幾年的時間 就算是你民進黨 你也不可能一統天下 你最後呢還是要 國有籌碼 可以跟你民進黨做抗衡 所以你今天看到 我就覺得實在是 真的很好看啊 明天還有重播 希特勒的最後一個月 黃金平他今天有說啊 因為人家問他說 你去跟柯總召在那邊協商什麼 他說這是過程不是結論啊 希特勒最後一個月 我今天仔細看這個自由時報 我就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為 其實前兩天監裁院公佈 今年一一六的立委 跟總統選舉的政治獻金 我們得到一個總數是 國民黨捐給他提名的 總統跟立委候選人 大概是捐了六億五千萬 立委四億五總統兩億 可是看今天他們跟內政部申報 去年度的政黨的收支民需 他裡面有一項政治獻金支出 才八千多萬 那五億七千萬的差額 跑到哪裡去了 你不會跟我講 這五億七千萬都是今年一月一號以後 才播出去的吧 不太可能 因為你一一六要投票 你這樣講以後 他就會這樣說了 那當你這樣說 那我就告訴大家 他不合理的 如果一月再播的話 那就更怪 選戰照理來說是一個 沒有說最後一個月 可能要花的錢是最多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因為廣告文宣什麼的 可是你不可能全部都集中在 一月一號以後 才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錢 全部播出去 那播出去要幹什麼用呢 那就問查會中心了 對 那可能真的要問查會中心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因為這兩個數字 我今天一直在看說奇怪 這兩個數字都不起來 你知道嗎 因為你去年申報的支出 政治獻金支出 只有八千萬多一點點 可是你的候選人跟監察院 申報政治獻金 來自政黨捐獻加起來 是六億五千萬 這中間五億七千萬的差額 你到底是用什麼錢支出 我第一個問題 你用什麼錢支出 不是黨產那是用什麼錢支出 是不是匿名的 或是不樂之捐 第二個 你這個支出的時間 到底是怎麼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 其實可以說明嗎 因為很簡單 你說我六億五千萬 我是大概什麼時候 撥多少錢 什麼時候撥款結束的 你如果這一點都不說明 只會增加 大家對於這個不當黨產 處理條例的支持度而已 我覺得這個 應該不能說監察院是民進黨開的 但是就時間配合的很巧妙 政治獻金的申報監察院前兩天公佈 然後政黨的申報財產內政部 這兩天公佈 這兩個申報的政府的文書 都告訴所有的人 國民黨黨產裡面藏了太多的秘密 而且這個政黨的不公平競爭 我們到今天有這個很明確的數字 告訴你過去十年 國民黨每年大概從黨營事業 拿十六億給黨部 而民進黨去年申報 大概是最近這幾年來支出最多的 因為有選舉 所以支出大概五億九千萬 五億九千萬跟十六億 而且這十六億還不是總支出 這十六億只是我黨營事業 給黨中央的喔 他一年要支出三十幾億耶 那是一比六耶 可是你想想看 席次有沒有到一比六 選票也沒有到一比六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的人真的 真正用過黨產掌握黨產的人 他們現在的心態是 我很想保護這個黨產 但是很可惜 立法院的三十五席立委 大多數的人沒有享受到 這個黨產甜美的職位 他們也許只有選舉的時候 拿到一點補助 大概五百九十萬的補助 所以你叫他們全力去捍衛黨產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考量 可是這些真正想捍衛黨產的人 他又不能出來跟大家講一個很正當性十足的理由 說我公平黨不能沒有黨產 我一定要有黨產 他講不出口 這個黨產到底怎麼用 他到底總金額是多少 到現在為止都是一個秘密 所以我對於黨產條例三讀通過看法很簡單 能不能追回錢 我認為全部追回來的可能性不大 憑良心講因為時間很久遠 但是他裡面有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讓我們知道去調查那個真相之後 可以讓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你這個黨產是怎麼來的 中間是怎麼花的 這裡沒有太多值得我們去探索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他讓國民黨黨員會知道 這幾十年來他們是怎麼被騙的 你也是國民黨黨 我也知道是怎麼回事 那你要不要申請 你現在可以申請損害賠償 不是啊 你可以申請回國民黨嗎 我可以啊 你要不要申請回去以後說要求要償 這個黨主席不符合我的理念 我再等一個好的黨主席 對 你要先申請恢復黨籍 因為你具有黨員身份之後 你可以請損害 你可以主張損害賠償 又是希特任的最後一個人 那後面的時候是什麼 當兩個朱可夫和艾森航攻進去之後呢 就把他們所控制下的德國人呢 帶著過去 一路去看那個集中營 一路去看那個焚化爐 然後那些德國人呢 嚇到的 有一個老太太當場暈到 那都是紀錄片 所以我就覺得黨場過後之後 真的也讓國民黨黨員 有看什麼 有看清楚啊 看清楚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國民黨黨產對一般老百姓來講 絕對好奇 因為我們搞了一輩子黨產 一直在研究就是搞不清楚 那我真的承認我 因為我們都聽不到片段片段的資訊 但是我用一個東西給大家看 很好玩 因為這長期以來很多人都在做這個追查 我用這個表給大家看一下 我圈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2007年 也就是民進黨是完整的最後一年 那個時候只有8億 就是他黨產信託委託出去經營的 他只能給8億 2006年這年是有選舉的 10.23億 好2008年這一年在股市還沒崩盤以前 5月8月以前是沒崩盤的 30超過30億了 這一年是雷曼兄弟全球風暴 然後雷曼是後來才出事 即使雷曼全球風暴的時候 2009年他還有15億喔 為什麼講15億 到2015年的時候他也不過就14億 也就是說即使全球風暴的時候 國民黨他是理財很厲害 就是他投資出去的那些事業所賺的錢 因為要挹注回去黨中央 他還是可以維持那樣的 還有15億喔 這只有兩種解釋嘛 最後一個是我很會經營 第二種解釋叫內線交易 什麼叫內線交易 因為我有執政權 我知道 這也是我長久懷疑的 四大基金怎麼進出的 我真的是懷疑 到底是國民黨你很會理財 還是真的有內線交易 而且通常你手上那個板子 你會發現最長的那幾根 都是選舉年 都是選舉年 都在選舉 都是選舉年 那幾根如果這樣算的話 一定有人會解讀 我不知道 當然還有很多可能 有一種解讀就是這樣 要大選了 黨中央就會回頭 跟所有投資事業講 各位打仗了 三軍會發 糧草先行 來吧 糧草 所以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每一次 你看大選年那個益助特別多 而且為什麼說 這個事情一定要釐清 否則國民黨 就永遠背著這個包袱 因為每到選舉的時候 我們知道政府一定會做多 所以國民黨說 他這個戰場上面 他連那個話語權都失去 就是你必須要跟全民交代 否則你這個包袱都很背著 就是說選舉年 為什麼可以專業特別多 還有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不是 不是 你剛剛說國民 尤其那個婦聯會你要不要 你剛剛 你在那五個之一嗎 不是 菲菲姐姐不是那五個之一 他如果是那五個之一 他現在還坐這裡 其實那個蔣夫人那個時候的錢 那五個之一 那五個人我想有可能 但是是誰我不知道 不是 要先確認一個 東豪剛剛講的是說 有沒有一大筆的錢存在哪裡 就因為他剛才是質問句 他有沒有講說知道是有這樣 有沒有這樣可能 因為我只知道一個事情 就是說那個時候蔣夫人 在的時候 蔣夫人希望我去婦聯會幫忙 那我當初不想去的原因是 因為蔣夫人在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很容易賺錢 我說萬一哪天他不在的話 我到時候領不到薪水 那 你還在乎薪水 你真是小鼻子小眼睛 然後他們就告訴我說 錢你不用擔心 錢是薪水絕對發得出來 但是錢在哪裡 坦白講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他們說他們 他應該是要講錢不用擔心 錢在哪裡不能過問 他也沒有講不能過問 但是你說那個 黨員事業挹注這個東西 比如說 比如說 據我所知 像中華日報 就捐得滿多的 因為他們賺錢 他的航運板賺錢 真的是 中石聯合都搞不過他 然後而且他有土地 所以他賺錢 所以他捐很多 聽說中廣那個時候 也有捐到 但是還有很多 包括我們講那個什麼 林菇塔之類的 你講的林菇塔 只有一家 我講的是另外一家 在連戰時代就賣掉了 沒有 你講的那是另外 我講的是另外一家 這麼多林菇塔 這麼多林菇塔 他有兩個林菇塔 我只知道一個 你講的應該是周洪濤家族 那個應該不算 不是周洪濤 我講的是中客信家族 不是 那個是小K 到底有幾個林菇塔 我一直以為他只有一個塔 那個是小的 應該有一個 還有一個大的 所以換句話說 類似的企業蠻多 但是那個錢怎麼出去的 包括學校 很多學校 其實那些學校那個錢 怎麼來的怎麼去的 其實那些都是黨產 只是說今天你說 劉泰英敢不敢出來講 我相信不敢 這就是當年為什麼 李登輝罵宋楚瑜的時候 宋楚瑜一句話都不敢回 因為他們都在裡面繳禍過 所以他不能回嘴 你說賦聯會議 是不是有那麼多丟來丟去 我覺得丟出去的可能性不大 因為它有一些關係 比如像鄭新醫院 還有什麼華新中學癌症中心 那些可能跟他們的錢有關係 還有那個聽障中心之類的 可是那個應該 跟國民黨的黨產沒有直接關係 所以你說國民黨要真的管 他們不容易 國民黨真的管不到他們 那以講夫人當初的威力 我想連話以前有講過 國民黨是管不到婦女 這個標題 我們現在討論今天這個題目 黨營事業譯住藍營的黨產 十年一百六十億 我不知道這是真假 但是如果他譯住十年一百六十億給黨 那我告訴你 給那個私人一定不只一百六十億 不只 這是帳上公開的 這句話 對 我想再講一下 就是說很多私…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子 這個要查完就知道 大家講在選舉的時候花的錢 比如說我就看過一個應該是立委 他有一次拿了伊洛那個收據給我看 就說他為了服選 因為他那一年好像是不分區的 然後他就說你看為了服選 他開籍開那個賤 然後上千萬 那個千萬就是說他去捐給人家的 因為他四處要去服選 他是不分區 所以他去捐給人家 然後就有收據 那個超過一千萬 幾百萬幾百萬幾十萬 然後那個人我記得有一年 我幫那個副公會辦一個國際的婦女會議 然後他們就說去募款 募款之類 後來他們告訴我說 還缺一樣東西 就是那個購物袋 就說不是就是袋 因為你二十七個國家的婦女來 你要送給人家一個袋子 那他們就告訴 因為那個時候我只是掛名去幫他們 他們說你去找一個人 那個立委就跟他講 請他捐五十萬來買那個東西 那我就打電話去 你知道是回了我一句話什麼話 你去買收據給我就好了 哇 聽懂沒 沒有限額 不是 對 他說你去買收據給我 現在還有那個電話嗎 我也好想認識他 對 我有很多想買的東西 但是我今天帶的東西不多 下次還多帶一點 你比如說像大家講到什麼 郭台銘跟朱立倫不好 所以沒捐錢 郭台銘在二千二零一二選的時候 可是很認真的 他遠見訪問他出了一本這個雜誌 他就用這個封面幫馬英九做了一個文宣 然後他一面幫自己宣傳 一面也幫馬英九做文宣 所以像這樣的例子很多 那有一些團體比如說 像連戰選的時候 有一些那個金蝴蝶 有的小巷 碎魚不是那個甲鑽的 那都是一些團體 他自己去做了買街去送 所以像這種人很多 那個開支就不能算在他們頭上 對 因為那是大家放心幹完 對 像這個也不會算在那個捐獻裡面 因為他就自己開 開了就算 OK 好 那包括我剛剛講那個 超過一千萬那個東西 也就是他自己開了 好 那講到錢的這些問題 當然不當然處理條例 現在在立法院看起來 今天再過了以後 再來就是下禮拜一到五 大家看的那一百二十個小時裡面 到底有沒有人會撐撐撐撐撐到最後 然後連廁所都不上 真的不要憋尿喔 那種人的身體不好 對 OK 那反正法案就是這個樣 好不好 身體要顧 人家七十二獵獅都斷頭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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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頭... 不要直接當獵獅 何能要狐正愛 絕對不懂狐立當獵獅 OK 那除了這以外 更重要的一個 跟錢有關係的 就是我們大家 跟我們大家所有人都有關係 就是年金改革 這個禮拜開了第五次委員會 沒錯 但是每一次開委員會 大家看到的都是 吵架 對 這個階級 或是這個族群 跟那個族群之間 大家意見會不一樣 我們先讓你看 看看最近出現的 因為大家都在講說 這個禮拜 出現的就講說 教職員 是不是包括他們的退休啊 領的啊 是不是也蠻多的 對於現在 尤其勞工族群 會不會有一些心聲不滿 這好像依然又出現 兩個不同的一些族群 或者職業之間 有那樣對立感 但是 世代之間的對立 也會出現 讓你看一個 一個是退休將領 就直接講說 如果大家都要針對軍公教 沒關係 那就大家都來退吧 那還有一位就是學生 在這次年輕人 也出來說話了 擔心的是 未來怎麼辦 來 我們來讓你看 這樣這片子 109年破產嘛 所以今天早上 我們退伍軍人協會開 一年一度的代表大會 我特別提到 我們年輕改革的問題 跟他們講 他們一致認定 假如一受激受急往的話 他要把所有的他的小孩 串連所有的少校到上校階層 通通退 趕緊都拿了就拿走了 請主席將來跟總統報告 這個一定要 不是國防預算裡面 來雲資去填補 絕對不可以 這個是一個國家大的政策改變 所以產生這麼大的虧損 應該國家單獨變略預算 來填補這個空洞 年輕人的態度就是 希望國家能夠更好 然後也希望 不論是怎麼改革 我們年輕人 一定該繳的就是會繳 該做的就是會做 我們要晚退 我們要少領 我們全部都可以服從 但是就是希望這個制度 能夠從現在開始改 而不用等到我們老了以後 就是我們的下一代 完全一毛錢都沒辦法領 你看 這兩個就完全不同 尤其前面那個退價有沒有 真的 大家如果這樣 因為我相信 當然有很多軍公教 一定會有人感覺說 很委屈 感覺上你們大家講來講去 那個矛頭都對著我身上來 那種感覺 好 沒關係 那火大就大家一起 全部一次退給你看 這個公民論壇 本來是要交換意見的 不是抗爭的 也不是比誰的聲音比較大 或是說誰的抗爭行動 比較堅強 或是說比較有實力的 所以這種發言情緒性比較高 這種發言於事無補 那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這個死得 這個公民論壇的價值 從一開始我就反對的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當中 好多人我看這個 好多人都同樣的意見 敏鳳正亮什麼火旺啊 什麼大家都認為 應該是行政院給一個對岸出來啊 那偏偏蔡英文主席 他可能因為林萬億啊 這個已經提這個了 已經進去討論了 所以他在全代會 他還回應過 他說這個有人說要自上而下啊 什麼的 可是現在有點已經進入了一個 還蠻泥鬧的一個狀況啊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蔡英文主席 如果說不能夠從上而下 要簡短陣痛啊等等 要經過多方的討論 那我請問你那一例一休 為什麼關起門來 就由上而下了咧 我只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一例一休 你知道到底是 你們哪個政務委員啊 哪個那個那個部長次長的 關起門來跟人家討論以後 就一例一休啦 而且還單獨去跟這個 不同的立委來協商耶 就跟那個未還委員的 這個立法委員 一個一個的去這個施壓耶 我認為是施壓 因為未還很多都是不分區立委 那我是講理吧 蔡總統 你如果年金改革 你要經過公民論壇 那為什麼一例一休沒有小論壇咧 我覺得不合理 這一點我對過程 我覺得重於結論嘛 那一例一休這件事情 沒有從下而上 沒有公民論壇 我不想講更不好聽的話 因為這些不好聽的話 我相信也不是民進黨 政府的這個初衷 就不把勞工看在眼裡 勞工人更多耶 你們的公務員十幾萬人 你們的軍人十幾萬人 那你們的這個老師 十幾萬人 那勞工好像有一半人口 九百萬左右 所以我對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還是要公開訴求 我覺得不合理 它完全不合理在 就是說你的政府的擔當在哪裡 明明關中時代 馬英九時代已經有了一個考試園的版本 明明這是社會共識 結果你就去弄一個直播 讓少數人在那裡表演發狂 然後還共識訣 這種事情有共識 我告訴你 人就不叫人 因為每一個人都不自私天諸地位 所以創下的光是看嗎 現在就連經改革都已經開了五次會議 到最後大家真的是能夠到最後出現 所謂的共識會出現嗎 其實今天的為止是說 蔡英文講說一年解決 告訴你說一年之後 蔡英文就頭大了 因為一年之後不能解決 而一年之後 開始了又是全台灣的 我不曉得下次是七合一 五合一 九合一 選舉 就是全面的基層選舉 然後全面的基層選舉 每個人都要去鞏固自己的選民 所以不管你是軍公教 不管你是勞工 大家全部鬧起來 是結束不了的 到了今天為止 其實整個錯誤在於說 你看他已經五次了 那五次這三十七個 到底為什麼他們叫做公民 為什麼他們代表 為什麼主義論壇 不知道 而且根據他的規劃 根據陳建仁和林萬一的規劃 接下來這個論壇 什麼時候的共識久 我還不知道 像這樣子吵久久 還不知道 然後完畢之後 還有個國事會議 然後國事會議完畢之後 再來一個立法院 所以一拖就是 明年年終以後的事情 所以蔡英文就那一年之後 是大家翻臉了 大家翻臉的時候 裡面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今天你拿出來的時候 你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案 沒有一個改革的一個 真正的一個方向 那其實到最後 大家今天看的話是 管你是軍公教是六萬八 老師是平均六萬八 還是軍公教替代曆 然後最後 好吧 大家都有共體時間 共體時間 所以軍公教 我從97到79 可不可以 可是總之跟你講 最後最不滿意的是誰 勞工就46 現在勞工的替代曆就是46 那勞工替代曆 然後你給他個50 也許政府想說 就給你了 從你陽春麵 變成家裡一塊牛肉 或加點蔥 可是勞工怎麼會滿意呢 當你今天在一個政府 沒有一個具體的方向 然後你再把大家 每個人的委屈都講出來 那委屈講出來之後 大家比較是什麼 原來我們每個人都被剝削了 原來我們每個人都不滿意 所以我說在這邊 林萬一和陳建仁在做一個坑 這個坑就是讓蔡英文去被買帳 所以今天如果還不趕快 把國民聯金融回到政府的責任 政府真的拿出一個方向 我到底要做什麼一個方案 然後其實我知道說 林萬一會跟一些人講說 他有方案 他就是要讓大家 對 就合客言而至嘛 你們大家就講 最後拿出來 你今天搞成今天這個局面 然後大家都發表意見了 你再提出一個方案 你再一看說 那我們這階段時間不是白搞 這37個也要造反 所以我是覺得今天 是造成了一個就是 聯金會議最後台灣的未來 將來下一代可能會被埋葬 蔡英文的威望 就會再這樣子搞下去 蔡英文 陳建仁 林萬一 統統也被埋葬 因為年金改革 本來就是非常難的一件事 誰都知道 你要我沒事自斷手腳 要我去砍自己的東西 誰都會心痛 但問題是他是整個 當然你說就是人 剛剛口口講 人不會指天珠地面 大家都知道 那問題是 現在已經是這個樣子 都已經開了五次了 聽話 那怎麼辦 因為當初共識決也講了 其實我一直在想 這個可能某種程度 就合各言而至 跟立法院不是 好啦 我們就講到立法院 跟剛剛講黨產一樣 就讓你發表嘛 你講嘛 你是只有百分之 你只有三十幾席 我讓你講嘛 講到時間到了 到了嗎 要求表決 要求表決 好 那來青年人數 就是這樣 那本來我覺得 就合各言也是讓你講 但聽起來 共識決三個字一講 就比較難了 那怎麼辦呢 可是小英總統一定有附案吧 這天底下沒有真的共識決 哪來的共識決 九二共識喊著正天尬想 有共識嗎 而且年金改革會議 不太可能最後是用共識決 因為你這個決定不了 我對於年金改革會不會成功 我現在還先不下定論 因為我覺得他這樣做 其實包括像很多 在前五次會議裡面 很積極的用很多 用一些比較可能 比較情緒性的言論 在反對年金改革 因為主要是反對 他自己所代表的職業類別 可能會將來改革之後 可能收入會變少 他們這樣做其實也沒有錯 可是今天這個國家 我們的年金有軍 公 教 勞 農 國民年金 有六種耶 大家會看嘛 就是說因為他透過全程網路直播 大家可以其實看得很清楚 就是說你反對改革理由充不充分 那你支持改革理由充不充分 而且我覺得他到最後 因為如果用這個法律上開庭的數以量 現在還在程序準備停了 還沒進入實質辯論 因為前五個禮拜都是邀請各單位 來報告各個不同職業別 現在年金的狀況 我的財務情況 大概多少人在領 平均一個月領多少錢 這叫程序準備停 還沒有真正進入實質的討論跟辯論 年金改革之所以複雜在哪裡 最近大家講說老師平均退休領六萬多 可是你知道嗎 你去問大學老師跟國小老師 他就跟你講不一樣 大學老師沒有我們很少 我們沒有領那麼多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 我們光是老師這個行業 裡面就好多職業 國中小跟大學領的就不一樣 大學退休老師會跟你講 國中小領最多 尤其是早期有師專制度的 因為你去讀師專是國中畢業去考 所以你大概是差不多15歲左右讀師專 所以他的年資呢 從你讀師專一年級那一年開始算起 從讀書開始 對 所以你15歲 工費的師專 對 你15歲進師專一年級 你幹到45歲退休 你的年資已經有30年了 45歲還很年輕吧 我退休之後我去私立學校教書 我領兩份薪水 那對大學教授來講 我退休的時候都老了 我哪有辦法去教書 那博士也要35歲 光是老師這個行業 他就很複雜 那更不用講公務員複雜複雜 公務員裡面有警察有消防 我向來覺得 警跟蕭你不能跟他 跟其他的公務員用同樣的標準 因為警跟蕭他們的工作型態比較特殊 雖然他們的薪水裡面有一些危險加急 勤務加急 可是畢竟他在公職生涯裡面 他犧牲掉很多 他跟他家人相處的時間 因為他畢竟不是朝九晚五 所以他又不一樣 那軍人又有分好幾種不同的類型 所以他真的太複雜了 可是林晃現在你會覺得 為什麼剛才那位退將講起來會這麼生氣 因為他們覺得總體軍公教 反正你們就衝著我們來的那種感覺 他們現在有一種這種氛圍 因為媒體上面每一次講起來 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 可是他們也不能否認 在這麼多行業裡面 他們領的的確是比人家多 軍人有將軍跟小兵的分別 所以我說軍人又差很多 又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而且為什麼年金改革需要各種不同 因為我覺得以前我們的年金改革 我最詬病的一點就是 以前都是由公務員來設計 所有行業的年金制度 那基於人性 今天我是公務員 我絕對設計一個對公務員最有利的 而且你知道嗎 公務員那個新擠的擠富的很複雜 他什麼本縫什麼專業家擠 然後退休金的算法又是本縫乘以二 我到現在搞不懂為什麼要本縫乘以二 就用本縫就好啦 事實上陳水扁時代的18%改革就是這樣子 對 搞到高官自肥啊 對所以因為以前都是公務員在設計 所以他裡面有很多美感 你不是做這個業務的 你根本搞不清楚 所以好那現在很簡單 大家全部攤在陽光下 你任何一個行業想設計一個 對我這個行業獨厚的年金制度 基本上都不太可能 所以我覺得再給他們進到實質討論的時候 真正開始在辯論的時候 對我們再來看一看 到底會不會成功 我覺得主持會議的人 或者是這個籌外義教授 這個政務委員 也在這個會議的議事規則 或者說他的整個的進行的節奏裡面 你不能專門就幾個聲音大的人 就在那裡這個佔據不同的 這個就按照用程序問題 去把那個主席就卡在那裡 你應該就是一開始的這個遊戲規則 就應該公平一點 有 其實鳳姐有 是因為媒體都喜歡報導那些聲音大 講話比較像 所以他們今天慢慢的 他們知道不對勁了 所以他們才這個改革委員 才慢慢的把各種不同人士發言 把它貼出來 有沒有把他們文字化貼出來 這一點很重要啊 要不然就會 你要讓聲音平衡 你知道嗎 是因為我們大家都討論了 其實就我知道很多高官都不知道 這個直播到底怎麼回事 聽他們不太上話 對 各位媒媒姐 媒媒姐 我們光是來看到 現在光是這樣討論下去 已經有很多軍工校人員覺得說 是不是就衝著我們來開刀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氛圍 一直不斷出現 其實這個委員會 什麼小組 從一開始就有人質疑 就是說那些成員怎麼來的 對 就是說你是不是 你思想收受呢 還是經過一定的領選 然後你又代表誰 是有人領選 可是推薦的時候沒有篩選 對 比方有一個很多人 好像姚教授也講過 還是誰講過 說蕭景田也可以代表 他是農會 他是農會 他後面推薦他的人就是這樣 所以連主辦單位都說 我們沒有辦法 對 比如說有一些公民代表 他說他代表誰 所以很多媒體人也覺得 不服氣這樣子 那個講話兇的那幾個 確實是很兇 因為他覺得 對 他覺得他的那個 利益受影響 我記得有一次 他跟我一起上節目 他就 那個主持人也講 不過他最後就 十分鐘以後 就叫他離開 真的 他可以這樣子啊 真的 就叫他離開 然後他說 喔 不是一個鐘頭嗎 然後 旁邊一個人都 今天改十分鐘 對 就改十分鐘就讓他走了 好 那事實上 你說公公平 剛剛講到老師 那個確實是 我們現在很多那個 出國去旅遊的那些團 退休老師 那都是老師團 而且真的全世界這樣子走 一年到頭都在玩 你知道 我看過很多婦女團體的 很多老師 大部分女老師 天天都在走 不管有多遠 瑞士也去 墨西哥也是 反正他通通去 你就會發現 他們真的很幸福 那如果是兩夫婦的話 就一起走 所以而且都年紀都不大 對啊 都是五六十歲的樣子 然後就全世界這樣玩 年輕時候沒玩得通通去玩過 然後他平常生活日子也很好過 那有的還去另外再找個教書的 我記得有一個老師還到那個康橋 那收入更多 他本來就已經領了 然後再去弄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不公平 可是早年 我一直要講 就早年可能待遇不好 所以你就想一些這種好的 照顧這些人 可是今天 你待遇絕對不是這樣 就像當年阿兵哥 一個月領一千多塊 還有幾百塊的時候 你可以幫他考慮這個 可是今天的阿兵哥 他的待遇不是這樣 老師也是 所以我覺得那個真的 可是你說用這樣的東西去弄的話 真的是沒辦法 其實這是一個政治操作的問題 當然我們知道說 裡面有很多不公平 有很多歷史淵源 有很多的狀況 可是你一個政治操作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解決一個問題 你就要把這個問題 變得越來越紛亂的時候 你自己把它搞死 而且其實政策決策裡面 那個決策最重要是時機點 如果說今天 蔡英文銳氣震盛 然後剛剛當選的時候 往上去的時候 你最後你突然共識決 國事會議 然後蔡英文拿出他的方案 那個時候 銳氣震盛的時候是一回事 如果你開始走下坡 我剛剛不好意思講 可是蔡英文沒走下坡 林權這個政府 走下坡 大家都已經看到了 然後你現在繼續拖 你如果是今天這個方向 你讓很多人人心浮躁 然後人心浮躁 你這個遙遙無期 而遙遙無期 馬上社會就開始動盪 我一直講的是 明年520 就開始下一次選舉了 所以你在明年520之前 你再用這個方式下去 這個叫做找死 不過這整個 我想董好 現在看起來依然剛才創下所講 那個人心浮動 包括世代之間 那剛才鏡頭上面的那個年輕人 講話算客氣的 一定也會有很多講話 會更激動一點的 因為年輕人 你現在聽到很多聲音就是 那我以後到底要不要交 因為我交了以後 搞不好我理不到的 他會產生這樣 你連不交的權利都沒有 對 你看 跟看不睡差不多 所以你大概沒辦法 就是你只要是中華民國國民 你在這邊有所得 除非你能夠跑到海外去 你就不回來繳稅 你大概可以躲得過 但是你可能還會來用台灣的健保 那這個事情 大家會很多人都會很急 那麼講 你蔡英文跟民進黨 現在在立法院的席次 真要蠻幹 真要硬幹 就壓了 那案子就過了 但是我覺得蔡英文有個好處 她不用這個方式 當然你現在看到林萬一主持的 這個年輕改革委員會很紛亂 各種聲音 然後還有一個 但是這裡面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 年輕改革委員會到目前為止 沒有做得很好的 資訊沒有完整的揭露 我一直講 就是說公務人員 軍公叫三個要拆開來看 三個的狀況都不一樣 就跟國民黨在面對民進黨提出 不當黨產的時候 國民黨一直沒有講清楚 自己的道理在哪裡 那林萬一 政務委員他們所主持的這個 一樣 你必須把這些資訊先充分的揭露 為什麼講 以公務員來講 他有公保還有一個退服 他是兩筆錢合在一起 這兩筆錢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公保的部分問題比較小 問題出來退服 到了教師又不一樣 到了軍人又不一樣 那事實上從關鍾先生 在當考試院院院長的時候 就很清楚 軍人這一塊 因為他是生命中的黃金年的時間 多在服役 你即使後面輔導他就業 事實上都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 所以那一塊就是政府全部負擔掉 我相信這個年金改革委員會裡面 有關軍方這塊變動不大 唯一會做調整的 是高級將領的部分 大概會有些調整 因為那算是所謂替代率 那還有一塊到目前為止其實是 才是如果說這個年金改革能不能成功 其實是勞工的那一塊 那九百多萬人那一塊要怎麼做 當初加硬化為什麼做到一半不動 一個是公教的部分處理不了 另外一塊是勞工的部分處理不了 那這個事情來講 對蔡英文來講 你可以用通過對話 你特別讓所有東西去碰撞沒關係 可是資訊一定要揭露得很清楚 大家至少上網的時候 看得很清楚很簡單 我都已經直播了 直播你怎麼聽到很多噪音 我還有手語 那個只會你聽到各種噪音 就是各種不同的意見 會形成那種噪音 對一般老闆的事情 哪怕最近要到下個會期 那一休一例跟兩立志的問題一樣 需要是什麼 最基本而透明的資訊 大家自然就可以判斷 好 那所有的資訊 是不是都提供給了所有的觀眾朋友 那更重要一點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年金改革意義上 大家是不是真的都能夠 相忍畏國吧 就每個人可能都退一點 然後你的下一代 大家也都可以領到一些 台灣才可以永續進行 那這個裡面 到最後大家是不是能想通 未來會是怎麼樣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你的收看 新聞面對面 我們下週見 拜拜 還有一朵 比我們下週見 以上